避而学画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画宋信的梅花鹿 小梅花鹿它跑得非常快 现在它成游地园了 我们先画出梅花鹿的头 漂亮的耳朵 在它的头顶长着美丽的鹿角 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 长长的脖子 它的腿又细又长 跑得非常的快 它有四条腿 画出小尾巴 它的身上有像梅花一样的斑点 在它的嘴巴上 叼着一个大大的信封 它来到了山坡上 准备把信送给小兔子 我们画出蘑菇形状的小兔子的家 小兔家的后面 有一棵高高的大树 我们在树上添出果实 或者是树叶 小兔家的前面是高高的树丛 画出远处的山坡 我们在纸的上方 添上柳树的枝条 小山坡上面 长满了青草 接下来我们给游地员小鹿 涂上颜色 我们用黄色涂出它的头 耳朵 身体 涂身体的时候 我们把斑纹流出来 它的肚皮我们用浅黄色涂好 我们用浅棕色涂出鹿角 我们用猪红色涂出信封 加上粉色 小兔子的蘑菇房 我们同样用红色涂出房顶 树上的果实 也用红色涂好 粉色的斑顶 我们用肉粉色涂出墙面 棕色的门 棕色的窗户 还有棕色的大树干 大树上的树叶 远处的树丛 我们都可以用绿色涂出来 再加上一些浅绿色 地面上的小草 我们用浅绿色涂出来 绿色的枝条 树丛 我们用浅绿 围着边线 涂出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用深一些的绿色 再涂出一部分 最后我们用墨绿色 把剩下的草地涂好 远处的树丛 我们用橘黄色 加上一些黄色 用深棕色 画出树枝 在树干上 填出花纹 涂上蓝蓝的天空 送信的梅花露 我们就完成了 这是贝儿的世界 喜欢我 就必须关注我哟 这一部分呢 再次看起来的 我们可以看起来的 我们就完成了